奥林匹克圣火已经交棒给洛杉矶 作为全球影视娱乐的中心 好莱坞被视为 2028洛杉矶奥运的重要一环 他坦言 虽然洛杉矶在很多方面 不及上一届的主办方巴黎 但这座城市仍有它的独特之处 洛杉矶早在1932年和1984年 就举办过两届奥运会 因此主办方也对下届奥运充满信心 相比巴黎 洛杉矶面积更大 场馆地点也更加分散 预计交通会是赛事期间的一大挑战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